大家好 我是杨帝 西安的一位粉丝联系我要杰克罗素梗 乡中 我视频上前几天拍的那一家了 然后还有那一条 咱现在去那个养护家 到了给大家看一下 看哈 又来他家了哈 之前来过两次哈 昨天 昨天是11号 咱发作的那一只哈今天12号 有一个 就是西安的大哥 看我视频要这一只哈 兴奋度特别特别够你看 他这两条杰克罗素梗我是比较喜欢这一条 都不错哈但是我看这个更合我演员 昨天发作的是素贝的哈这个是花贝的 其实花色都不错味道吧主要是他的 性格哈 还有兴奋度还有欲望你看 这动力也可以哈 当然他在 你再给我报跑龙里面看行吗 咱再让他给他报跑龙里面再给大家最后看一下哈 你看 地形也不大 哎呀 看哈 拿出来了哈 太漂亮了哈 看到没有 这种狗 哎呦他玩性比较高哈 但是 你得逊他哈特别特别聪明 丢个 飞盘丢个球之类的 特别特别好 你看 哎呦之前给大家试过他的 欲望哈 你看 可能是天热了哈 当时两只狗的时候都咬哈 你看 性温度也可以哈 天太正了哈 今天 温度比较高 可能是跑累了哈 在笼子里面 乱跑哈 像杰克罗素梗 这种狗 尽量 别让他开口哈 开口的话这种狗 就是比较厉害了如果开过口的狗 不能看见 鸡鸭鹅 看到 都得下口 把他们咬死着吧 如果不开口的话 就没事哈 所以有些人是 喜欢 开口的还专门训练他开口 但是 喜欢他开口的不多 但是基本上杰克罗素梗 都不咬 知道吧 除非是你特别训练他 让他开口 开过口 你就 杀不住 杀不住车了哈 这种就是 不能让他看见鸡鸭鹅 看到都得咬死哈 这只狗 粉丝大哥看我之前视频 看过了哈 就是要这一条 咱马上 帮大哥安排哈 哎呀漂亮哈 啊 这个频度一直可以哈 谢谢观看